看看新闻网 好 来 目前37票有才艺吗 好 一瞬间 举配对夜情似天 爱和两万难爱 梦会的疼爱 好 81票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十六位女嘉宾当中 比较新衣的一位 好 是她 好了 现在你按动这个按钮 来看看电脑 是怎么替你受选择的 好 电脑选择出了她 好了 那我们来听听女嘉宾 对小伙的印象如何 其实男嘉宾 我觉得你那个刘海 挺有那个份儿的 你是说我大光明吗 不是 你仔细看你上面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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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自来卷 天生的 挺有这份儿的 谢谢 我觉得男嘉宾长得好像小沈阳 这是夸我吗 真的 我觉得小沈阳很帅 就眼睛小小挺快的 其实她笑心 我就觉得 对 眉眼是有点像 还真是 天哪 我觉得男嘉宾今天打扮非常得体 尤其是大家看她那双鞋 简直是蹭亮蹭亮的 洛欣老师旁边那双鞋 暗淡无光了突然间 所以我觉得男嘉宾是一个 非常非常注重细节的一个人 她们俩的皮质不一样好不好 而且她一圈很亮 真的闪到了闪到了 男嘉宾你好 其实我觉得你手指头和脚踝 脚踝应该还挺好看的 手指头也很好看 这个满足是两点 我想问一下 穿着裤子怎么看出脚踝的 其实通过她膝盖的粗度 大概能够判断她脚踝的粗细度 然后以她身高来看小腿的长度 脚踝应该蛮美的 不幸露出来看一看了 孟老师 来 来 真的要露魔 然后你手指好看 脚踝好看 两点好看 对我而言是百分百审美 所以你在我眼里真的是百分百帅哥 谢谢 不客气 好 那一轮评价下来 我们通过短片继续深入了解 大家好 我是周承平 今年27岁来自上海 我现在在一家上市公司任职 华东西资源部经理 我日常的主要工作是渠道管理 以及营业资源的拓展 我一共有两段感情经历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是 之前在一个朋友聚会上 认识的一个女孩 在恋爱的过程中 我带她去了日本 香港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但是由于我工作的原因 我被公司派到了北京 在经历了一段很挣扎的过程之后 我跟她和平地分手了 我喜欢的女孩子类型 她要有一头长长的秀发 然后有大大的眼睛 一个比较好的身材主力 我一直有一个目中情人 那就是澳大利河本 如果场上有这样子的一个女嘉宾 我想我一定不会错过 好 来翻开布克牌 继续了解 是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的学生 在新加坡留的学是吧 是 现在在上市公司担任经理 年薪20万 有房有车 父母是在北京经营家族企业 小周是北京人 不 我是上海人 那为啥父母在北京呢 但是在13年前 我父亲到北京去创的业 现在你们家的主要产业是在北京 那就是说你一个人在上海生活 在上海有我跟我外婆 恋爱过两次 都是因为那个异地而分手 是的 希望呢 能够在上海找到一个有家庭观念 十大体的女生 对不起啊 男嘉宾 我说实话 我妞妞平常做的事情挺大气 也挺十大体的 是 就爱情上面 我真的很小气 我就是一旦有男朋友 我肯定很纠结他以前的那些事情 我就一定要放得开 你要放开了才会在一起 就是你觉得以前的事情可以有经历 但是不能够把这个经历 再介入到你们现在的感情当中来 是 但是每个人都有过去嘛 就可以有过去 不能有回忆 是 是 是 我朋友可以 男嘉宾 你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随和 然后实际上是一个性格 非常内心相当刚强的人 是不是这样 差不多吧 因为他是蛮相信那种 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 所以如果要成为他另一半的话 一定要一开始就跟他很聊得来 是可以沟通的人 然后兴趣爱好在哪里就比较有用 我发现他做错位置了 他应该做得专家型 我平时比较关注心理学 所以说我觉得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 比较好的小贴士 谢谢 男嘉宾你好 我提个建议 你把目光往我们这边看一下 因为那贺威啊 他跟我旁边一直在拔脉 说他的脉搏跳得好快 但不过他一直默默 没有给你沟通 谢谢 好 那如果说愿意支持他的话 一定要记着给他投票 来 各位 3 2 1 3 2 1 好 7张扑口牌 所以你最多可以提7个基本要求 建议我一个月出差 3 4以上的请翻牌 好 假意识 因为我比较没有安全感 我比较喜欢有人陪在我身边 比较小鸟一人的种 3 4太多了 婚后建议就是 与父母住在一起的请翻牌 有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 因为出现频率非常高 黄伯帆了 对 我觉得会很麻烦 而且我觉得以我这个性格 肯定婆婆会特别挑刺 再以我这个性格 我肯定会跟婆婆打起来 所以以我的性格 就会跟老公分手的在一起住 这我不理解啊 这个 你说了自己有房有车 父母又在北京经营家都起 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条件 就现实环境当中 没有这样的体会 因为是这个样子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北京了 然后我的情况有些 有可能跟有些人是相反的 别人就很希望就是说是 结了婚离父母远一点 而我就是很期望那种 一家子团团圆圆 就是和和美美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哪怕我房子再多 车子再多 我能住的地方再多 但是我希望就是 一大家子 然后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种心愿 希望跟爸爸妈妈同住 好 那旁边 而且我爸做饭做得特别好 好 来下一个要求 没有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要问 接下来还亮着扑克牌的 四位女嘉宾了 她没有提满七个要求 所以是否要继续支持她 选择她 请做最后的判断 来 三 二 一 为你留牌的是 三号 赫薇和十号 平静 来 有请二位 因为就是刚刚看那个男嘉宾的背景嘛 是在新加坡 然后我本来当初 高中时候去新加坡玩的时候 我父母也是让我在新加坡读大学 但是当时没读 因为我觉得还想回上海 还有就是男嘉宾说 就是喜欢跟父母住在一起 其实我也很喜欢跟父母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这样嘛 就是父母年轻还能照顾孩子 也能觉得一家人 享受天人之间是蛮好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 那个男嘉宾喜欢旅游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旅游 刚刚你说过香港跟日本两个地方 我都去过 然后我觉得男嘉宾各方面的条件 然后很多想法都还是蛮适合的 所以就觉得想下来表白看看 谢谢 刚刚尹萱已经说过了 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 就其实有一种 很舒服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你看起来 很会照顾人 我因为是个很矛盾的人 就是我喜欢那种 享受被照顾的感觉 然后我又喜欢去照顾男朋友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我听到你说 你一定要跟父母同住 然后我是一定要跟我姑姑同住 因为这个 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就跟我父母是一样的 我是他带大的 我觉得就各方面来说 我都是对你很有感觉很喜欢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考虑一下 好了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回复刚才向你表白过的两位女生 你的选择是 3号 3号 选择3号赫威 谢谢 婷婷的 麻烦婷婷现在就请回好不好 一说你选3号赫威的时候 我跟骆老师一惊啊 知道为什么一惊吗 我们先来为大家揭晓一下他之前的选择 他之前所选择的就是11号石韵珍 而恰巧我们的电脑为他配对的也是11号石韵珍 请向我们解释一下 这也是婷婷想知道的 为什么选3号 我那个择偶要求第4点 希望找有家庭观念十大题的女生 然后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特别想往 就是说在家有一顿热饭 然后就是说是每天回家能看到我喜欢人的拥抱 还有她的笑容 然后呢之前我之所以选石韵珍是因为 她在之前的节目里她告诉过大家她会做饭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环保 一个很有爱心的女孩子 她的确是很好了 但是现在就说刚才那个贺威都有跟我说 行了不说了明白了 我想告诉你我很会做饭 因为我喜欢吃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喜欢吃 就不应该劳烦别人去做 而是应该我来做 所以我很会做饭 但是我不会洗碗 没关系我可以洗 太好了 好 来 恭喜二位 可以获得由天窝茶庄亲情提供的两张张学友 香港眼庄会文票 以及当晚两间五星级酒店的住宿 同时还将获得帅康厨房电器提供的 小厨宝商品一对 和老廖房您提供的精美食品 听我说就承受 我们一起走 把你一生交给我 早点不要回头 你不要回头 你不要回头